吴林郎 明明桑 欢迎收看5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主播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带大家来看到 就是花莲盛政府5月份升旗典礼 5月3号上午在县政府前广场来举行 若现场徐政委表扬业务达人以及圆梦团队 花莲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高明星 办理原住民族岳武人才培育 即补职团队发展的计划 也促进了观光产业的发展 并且创造了就业机会 同时也获得花莲镇政府的肯定 花莲县政府110年5月份升旗典礼 现在巡位并且表扬两位业务达人 以及三个圆梦团队 其中业务达人云民处 艺术文化科科员高明星 办理原住民族业务人才培育 及福祉团队的发展计划 为花莲原住民歌舞展颜 可谓引领全台 为为风潮促进观光产业的发展 以及创造就业机会 其实明星就是在我们舞团里面 就是写助很多我们任务这样子 然后其实不管在团内的写助 其实在团外也是有很多的帮忙 就比如说像是我们人力上的资源 就是因为像我们整个团内 就是在人力上比较不足 但是这部分就是明星都帮助我们非常多 所以要特别谢谢他 在未来可能会推出那个常态性的固定展业 然后其实里面会有很多很繁杂的业务 所以这部分其实都是明星在 就是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就是我们都会联系着彼此 然后让我们的业务能够顺利的完成 今年《月五人才》的计划是我们自己办 所以跟以往的方式是不同的 那我们自办不管是从人力上或是在剧本演出上面 都是我们自己来 那其实今年我们要在圆明馆做个常态性表演 贾达老师还有舞者们都帮忙很多 就是说每天基本上就是一直为日后的表演 一直做准备 不管是剧本上 那剧本的编创其实要先去做部落的甜调 对那其实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要一直去安排我们居住府外各大活动去做表演 所以其实真的很谢谢他们 圆明处艺术花科科院高明星表示 对圆明月五人才培育扶持团队的辅导 他可以说是相当的用心 不仅和团员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不必使命必达 同时也做好团队和圆明处之间的沟通桥梁 他也是相当的开心扶持自己的族人 相信今年祖会有好成绩来呈现给大家 吉祥和卓卓